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岛民抗中联合岛康联脸书社团于10月4日中秋节PR出南蒙古人以及内蒙古来信,信中表示内蒙古渴望独立,但受到中国共产党打压与监控,希望台湾成为内蒙独立的宣传基地。 内蒙古人在信中指出,目前内蒙古汉人是蒙古人的四倍之多,蒙古人等于被中国殖民与迫害,有70%盟族都憎恨中共且希望独立。 信里强调,共产党对待他们就像是以前国民党对待台湾人一样,表面上说是要增进经济,被地理做的却是亡国灭种的行为。 内蒙古人在信里说,台湾有不少维护公民权利与追求独立的人民,其经验和文宣技巧是内蒙古非常需要的,再加上内蒙古网络和电脑,电话都被监控,要弄文宣语就会都很难,因此希望台湾成为内蒙古独立的宣传基地,让双方成为最坚定的盟友。 此外,内蒙古人也会说服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同胞支援,相信如果成功了,对台湾也会有帮助。 信后最后著名今日南蒙,明日台湾南蒙古青年貌似向台湾人民气球PTT,湘明看到后议论纷纷,有人认为这封信看起来有点假,不像是中国那边的浅词用试,也有人觉得这像是有人在反串,但也有湘明直呼,港独藏独蒙独台独应该集结,一起努力让中国共产党垮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